中国哪儿的姑娘最漂亮 东三省黑极辽不分上下 地处北纬40度至北纬50度的东三省 年平均温度7.7摄氏度左右 寒冷的环境造就了东北姑娘高挺的鼻梁 鼻孔窄小鼻梁高尖 可以加热并缓冲吸入的冷空气 不让脑壳结冰从而适应生存环境 东北姑娘骨量足身材高挑 抗衰老能力强但是不好惹 新疆亚欧重要的交流之处 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的交汇之地 不同民族的血统混合 让新疆姑娘美得风情万种 细腻的肤质立体的五官 新疆姑娘挑最热的五和最冷的乌苏 山东地球三大菜园之一 八大菜系之首鲁菜养育的山东姑娘 高挑风银大气厚重 平均身高位列全国第一 中国第一位师姐小姐冠军 山东的中国十大车磨前两位 山东的要问山东美女为什么不温不火 没啥太过低调 穿雨地区成都 典型的盆地气候空气湿润 云层阻挡了大量的紫外线 成都姑娘皮肤白皙水润 历史上的成都多次被涂成 所以成都姑娘都是混血儿 重庆有名的山城 重庆姑娘出行靠爬山 自然练出好身材 穿雨姑娘无辣不欢 干燥地区的你敢这样嗜辣如命吗 湖南 湖南姑娘喝香水吃辣椒 100克辣椒维生素C含量 高达144毫克 是西红柿的7倍 橙子的4倍 别人吃辣长豆 香妹子吃辣 百里透红 下期讲讲 拿省出帅哥